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老罗 大学生们喜欢叫我罗叔 我的频道专门为大家分享数字时代的免费资源级知识 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帮助各位打造崭新的数字生活 数字生活 关注老罗 大学生们总爱私信老罗说 罗叔 我刚知道你的频道错过了很多精彩怎么办 那觉得好 请点个赞 觉得可以 订阅一下并打开小铃铛后继续看 实时推送小铃铛 新视频频道立马把你来召唤 讲好羊毛的啊 记得要订阅一下啊 好 本期视频是说2024年免费美国远程电脑教程的 这里是视频一览 那分为四个部分啊 注册前材料准备 注册的流程概述 注册过程的演示 本期问题及解答 好 这里是2024年免费美国远程电脑教程 材料准备啊 五个方面 第一个是网络 任何网络配置都可以 第二个是GitHub账号 你要有一个GitHub账号啊 如果你没有的话那请注册一个 第四个就是脚本 那整个的远程桌面的配置脚本 读书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中 第五个就是老生常谈是耐心啊 任何事情没有耐心是做不了的 所以请稍安勿躁 最后友情提示一下啊 网络的任何免费的资源注册都有时效性 使用上局限性 不能保证如同收费资源的流畅性和舒适度 最后友情提示一下啊 我们主要再次讨论技术上的可行性 如果觉得不满意 那可以购买收费资源 所以您无需多言啊 不满意就可以止步于此了 罗书表示理解 对于本频道的所有视频 根据时效性会在视频下方创建个置顶评论 来及时更新内容发展变化情况 请大家及时关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 对罗书在这里敲敲小黑板啊 很多视频都是为一些小白朋友准备的 如果你是大神 那你就可以绕道了 好 这里对整个的2024年免费美国远程电脑教程 流程的概述 说一下ABCDE啊 首先呢 注册并登陆GitHub 第二个呢 注册并登陆你的ngrock 对吧 ngrock里面其实是用它的这个 auth token 要用的 然后c呢 在github中创建一个repo 创建好之后呢 要在这个secret中添加一个 名为ngrockauth token 这样一个名称 然后呢 要粘贴 在第二步 ngrock里边的auth token这个值 然后就到D 在action中创建workflow 这个就跟着视频吧 在action中创建一个workflow 然后把罗书提供的这个脚本 给它粘贴进去 然后action就会自己运行了 运行过程中你可以点开查看一下 如果它跑到最后 在这个create tunnel下面有一个ran 什么什么什么点exe tcp3389 出现这个就说明可以远程登陆电脑 那在e就是远程登陆电脑 远程登陆电脑 远程登陆电脑的url哪里来呢 那你就要在ngrock的endpoint下面 就可以看到远程登陆的url 通过这个url 在自己的电脑上面的远程登陆 软件上就可以登陆了 那这个windows当然就是mstc 对吧 那个苹果也可以下载微软的这个 远程登陆软件 对 我说都试过都可以啊 用户名是ranadmin 这个用户名是定死的 密码是uncalllawat2024 u要大写啊 这个密码的这个复杂度 所以至此呢 您就可以好好享用 既保护个人隐私 又具有美国ip地址的人电脑的乐趣 其实也就是利用这个电脑来 做一些相样的注册呀 自己想干啥就干啥了 反正跟你自己的ip地址 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所以对保护个人隐私 在2024年来说是相当好的啊 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老叔叔的桌面啊 我们先在github里边 新建一个report 起名为testing 这里是用私有的啊 点一下 好 放节点setting settings啊 点最下面的secret and variables 然后呢 在action里边点一下 创建一个secret 复制一下啊 在ngrock里面 ngrock的这个token复制进来 好 看一下啊ngrock of token 这里面是now啊 更新好了 点actions 点setup workflow yourself 自己设置一个workflow 好 这里是空白的 在大家 复制粘贴一下罗叔给的这个脚本 复制粘贴进来 在视频下方 会提供这个脚本 好 点commit changes 好 那我们看到了啊 点一下这个actions 点一下create mine.yml 点一下啊create 点一下build 好 这个actions已经在跑了啊 我们注意最下面一行啊create tunnel 这是在创建一个隧道 看到ran什么什么exe tcp3389啊 这个出来了 说明这个就好了 我们到ngrock里边的endpoints里面 看一下啊 出来一个url 点一下这个链接 好 复制一下 找到这电脑的远程桌面链接啊 粘贴进去 把tcp这个冒号两斜杠去掉啊 用户名 ranaadmin 全部小写啊 好 连接 用密码啊 uncall law at 2024 u要大写 好 确定 点击是啊 好 再让它登录 反正现在免费的资源是越来越少的 罗叔介绍一个就少一个 所以也是罗叔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厂商也越来越谨慎了 经济形势不好啊 什么都卷 厂商也舍不得出钱了 所以这个羊毛也很难耗 好 现在看啊 它呢已经跑了1分30多秒了 我们登录进来了啊 我们打开Chrome 看一下它的IP地址啊 就是大家最喜欢看的 哪个国家的 美国的 美国IP地址 好 那测一下速度 用这个远程的电脑 速度有多少 上下行这个至少是一个G 那是跑不了的 美国那边的网络带宽 可是给的挺足的 装安五兆啊 跑了还是要有点时间的 好 我们再看看 上行 所以很多朋友讲 罗叔怎么老是不出东西 罗叔是出一期东西 这这期 资源就又要没了 所以也不大感太平凡的出一些资源 这些资源 反正 对小白来说还是比较有用的吧 对于有钱的 或者对于大神来说 反正觉得这个毛毛雨 没有什么用 所以 罗叔的视频还是针对 广大小白朋友的 看一下YouTube 看一下 罗叔的频道啊 安靠罗打进去 好 我们来进一个视频看看啊 罗叔的视频现在都是4K的 也是保证大家 看起来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坚持做4K的视频 好 把它换成4K 做样跑啊 看看速度 都都没得说了啊 自己数有多少个零吧 这个是 挺好的速度 这个远程桌面 其实就是保护隐私 对吧 也不占用你自己的IP地址 用他的IP地址 你想干啥就干啥 还是 在2024年对吧 现在什么都是讲隐私 信心安全 跟隐私保护 挺好的 好我们看看啊 255G加 13.9G 就算他270G硬盘吧 对吧 看看几个CPU 内存是7G啊 7GB CPU是两个 基本上这个配置还是够用的 还是够用的啊 临时用用 没什么太大问题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他的控制面板里边啊 看看他的具体的这个配置 因为这个是windows服务器2022 数据中心版 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啊 软件这个系统还是比较可靠的 你是用用申请申请东西 需要国外IP的 或者是你自己的IP已经被使用过 再换一个IP 这个都是比较适用的啊 7G啊 内存7G 系统是windows server 2022数据中心版 对吧 反正罗叔测试过 有时候能用两个半小时 由于网络问题或者什么问题 因为你毕竟要通过远程的登录到美国嘛 这个服务器在美国 所以有可能是网络连接不好就会断 但是两个半小时还是可以用下来 两个半小时也够你做很多东西了 如果断链之后你再进行一个re-run 再重新跑一遍的脚板 远程桌面又可以用了 而且IP地址又换掉了 所以讲罗叔认为还是比较方便的 好看一下啊 大家喜欢跑speedtest 看看它的速度吧 按下行隔一个机有可能吧 反正对于罗叔来说 这个已经绰绰有余了 大家觉得好 就可以自行的啊 申请一下 配置一下 使用一下 如果什么时候的资源没了 大家也没什么后悔 毕竟曾经拥有过 也不要在这个罗叔的群里面叫 哎呀我又来迟了 所以讲大家多多订阅 这个罗叔的频道 掌握最新的耗羊毛的资讯 这是才最重要的 好吧 看 上下行 都是还可以的啊 好的 好 这里 对这个2024年 免费的美国远程电脑教程 进行一个这个问题解答 大家应该会有很多问题啊 我这里提炼了三个 可能出现的问题 首先是问远程桌面中断后怎么办 那这个远程桌面肯定会中断的 不可能一辈子给你用的 就是网络问题啊 或者别的问题啊 那中断之后 你在action中 再跑一下这个脚本子即可啊 re-run一下 还有可能有朋友会问 哎这个远程电脑 桌面是没声音的 那个喇叭是个叉 那怎么让可以让他有声音呢 那可以装一个这个虚拟的声卡啊 我说是之前是试过的 可以的 第三个 有些朋友会问 重新连接后这个url地址 不对 无法连接 那就是这样 你重新连接后 从re-run这个action后 它的url会改变的啊 那你只能再去ngrock的 这个网站中的endpoints中 重新获取这个url 再连一次就可以了 好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